台北市有14所公立小學 以及13所的公立幼兒園 今年暑假都停辦了暑期延長照顧服務 不過家長現在就急跳腳了 因為不知道長達兩個月的暑假 要把小朋友送去哪裡 停辦原因不外乎 都是因為要做屋頂防水 外牆整修等等工程 擔心師生安全以及粉塵影響 而關閉上課教室 但實在讓家長傷透腦筋 改建 然後就是他們的那個 暑期上課才抽欠 然後他沒有抽到 所以暑假應該就是待在家裡 台北市從今年寒假開始 特別開辦了幼兒園暑期延長照顧服務 而且每個月最多只要多付2000元 是不少雙薪家庭福音 但現在等於看得到也吃不到 校園整件工程 早在這個暑假之前就應該都知道的 所以學校跟教育局這邊 應該老早就要想好配套了 這13間幼兒園有9校是已經完成了轉介 有兩校確認家長意願之後 他們不想要接受轉介 剩下兩校還在目前轉介當中 統計有轉介需求的學生總數 幼兒園停辦的13校當中總共有9校182人要求轉介 目前已經完成了7校161人的轉介 而國小則有7校45名學生提出轉介需求 當然是會覺得麻煩 但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是雙親家庭 所以也是要送過來學校這邊 覺得麻煩還是得接受 畢竟長達兩個月的暑假 孩子沒有地方可以去 家長也無法安心上班